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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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舞就是我本來以為自己學不來啦 因為第一天去老師帶我們什麼跳 我就開始很認真地學 可是其實真的很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體力有差 而且要在這麼短時間內把它學起來 然後跳一個小時老師說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教了 我心想說 那剛才前面的一個小時是什麼東西 老師說那是暖身 前面那個小時叫暖身 就已經淚成那樣 你想要叫老娘學起來 你休想 熊哥你怎麼說操不操 算操對不對 他搖頭耶 但是後來我很高興我們有 一起完成 他有模有樣的耶 大家就有一種 像不像三分樣 就演員的某一種魔力還是在的 就即使心裡面覺得說 這個蛤 那個 可是那個 那個自信心或是那個魅力 一拿出來 那好像 我覺得跳得還不錯耶 我自己看感覺是這樣 跳出來 跳出來 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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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而言我覺得辦桌是一件好 麻煩的事情 所以當他們講說要辦實桌 我覺得 也太難了吧 我想說實桌要怎麼做這樣子 然後要有多少事情要忙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很擔心 那時間來不來得及 然後最後發現 欸 不用啦 不用啦 好像也就成功了 在所有的人幫忙之下 然後 好像很多事情也就順理成章 包括其實 很有趣 我就有問易軒跟米亞 我說你們有想過 他說 他說其實我們 知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他們也想自己挑戰看看 但我就覺得 哇 現場其實還蠻可愛的 我覺得 原來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那麼大 我們都覺得一個人的力量 頂多把這個家照顧好就好 可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照亮 讓那麼多人的世界 我覺得 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而且他很像這樣戴那個帽子 他也會說 蛤 這樣頭髮會亂得住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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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姐姐妳都要戴了 妳嗎 這樣都挺認真 人啊漂亮喔 那真都漂亮 喔漂亮啊 我們在台中 其實就是訪了一個 看來的小鬥士楊七喜 那七喜呢 其實他就是 在生病的過程中 他體會 因為人要被尊重的這件事情 所以呢 他主動地去租了一個地方 然後去市場 收集一些醜塑果 這一些醜塑果 其實是可以再被製作成食物 然後被利用的 他就希望這一件事情 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在這個過程 其實他希望成立一個 無家者的庇護所 讓這些無家者 能夠找回自己人生的價值 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然後其實是啟發大家 就是讓大家知道 在一個這樣的城市裡面 有一個抗癌的小鬥士楊七喜 他在做一件為社會 為這些無家者 有意義的事情 在幫他們找回他們人生的價值 同時也幫助許多弱勢的人 就是大家可以看見 那些事情 有些事 有些事 有些事